今天是我们债助委员会成立以来 一个重要的日子 田女士 她要偿还我们第一笔签款 多少来着 九万八 九万八 才这么点啊 你不是把房子都给卖了吗 是 阿姨 我把房子卖了 把车卖了 也卖了一些比较值钱的东西 但是那个 还了担保公司的一千五百万以后 现在剩下就这么多 那就这么 这么少 怎么分呢 我还以为能还个一二百万呢 我明白 就是让大家白高清一场 美 小婷 你可不能跟我们玩亲眼 有钱不还 没有没有 我真的就这么多钱了 是是 这个我可以为田明做个担保 她那账户上只有九万八了 九万八就九万八 总比没有好 是不是 我觉得今天啊 首先要表扬一下我的儿子 也就是长盛长秘书长 这段时间啊 她工作做得真不少 其次啊 我觉得鼓励一下 晓天 晓天啊 你终于是万里长城 开始走出了第一步啊 要再接再厉哦 好 吓死我了你 好 吓死我了你 好 接下来我们大家要商量一下 这钱怎么分法 你们几位是债务最高的 按比例分的话 大部分的钱都被你们分走了 我们没得分了呀 行 老婆说的对吧 我建议 平分 本来债务就有多少咱们平分啊 别着急 别着急 我替大家已经想好办法了 保证公平合理 同所无欺 好好好 那你说一说 说一说 非常简单 两个字 抓救 抓救 怎么抓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办法我都想好了 是这样啊 咱们就像抽奖一样 咱们剩一等奖 一个四万块钱 二等奖一位两万块钱 剩下呢 有四个三等奖 其他的就是安危抢了 那就轮流抓 这谁手机好坏 那就天天有命了 可以吧 后平吧 这办法倒是曾经营的 就是看谁手机好呗 对 李大明白说得对 不是 那个各位叔叔阿姨 现在是这样的 这个办法呢是没有问题 那现在是 这一个四万的 这一个两万的 这个四个一万的 可是人家现在 田蜜人家这是九万八 这十万 他 他没法抽啊这个 差两千 是啊 根本就对啊 九千 怎么抽啊 这好办呢 我呢 借给田蜜两千块钱 这样一凑 整数十万 可以吧 田蜜 你 你还要借我钱 这 这不合适吧 没什么不合适 他这 这样不就凑整了吗 再说了 你不用担心 这个钱呢 没有利息 我也不用你还 你就写一借条就行了 那老张 给我个笔纸 快